如果他今天怎麼樣 今天他填的資料的時候 假如你啟動他的時候 啟動之後 那裡面假如說他可能沒填資料 要不然的話 身高的部分的話 就填一個什麼 180 這樣的話 他會填進去 也會填進去 可是填進去之後的話怎麼辦 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怎麼避免 第一個 如果使用者沒有輸入資料 第二個他輸入資料 不是一個正確的資料 就是數字 而是給你輸入一個 中文文字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第一個的話 當然要避免沒有輸入資料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要檢查 當他按確定的時候 那怎麼去檢查 其實檢查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說 當他按一下這個 按鈕的時候就先檢查 所以怎麼樣檢查 判斷 一副什麼 一副他的格子裡面的東西 買A裡面有沒有東西 點Tester 買A裡面點Tester 是不是等於沒有東西 或者是 所以或 你在或 那我們應該要檢查幾個 檢查1 2 3 4個 最後一個自動產生 所以你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A 對不對 然後或 第二個就是B 然後再來就是 或 再來就是C 一時類推 再來就是 中間記得要加個或 再來就是D 中間就是偶爾 然後記得打完之後的話 後面再一個Zen 也就是說呢 這上面四種狀況 其中一個發生的時候 通通不能過關 所以後面 Enter兩下 Enter if Enter if 就是說一個頭一個尾 一個有if 就會Enter if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警告他 Message B-O-X Messbox 怎麼樣呢 請輸入 你可以警告他 資料好了 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不是一個一個Check 我們是全部Check 當然你也可以個別Check 如果說你先Check一個 那你就請輸入姓名 如果是第二個第三個 你可以分開Check 我是整個P次的 他會給你一個什麼 Messagebox就是跳出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那個一個視窗 一個對話方塊 然後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最後記得 因為如果說 他這個判斷完 還會往下跑 所以怎麼樣呢 你要讓程式不要往下跑 要離開的話 記得打一個什麼 Exist Sub 這樣子的話 他會怎麼樣呢 他就會直接從 從這邊離開了 後面呢 通通都不會繼續 好我試一下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很容易程式就會發生錯誤 按確定 剛剛如果按確定 可能還會輸入一些東西 那按確定 你會發現 請輸入資料 有沒有 然後呢 就離開了 有沒有 他不會任何作用 那即便是什麼 你填了一些資料 填了 假設你填了兩個 按確定 他還是請輸入資料 有沒有 體重 那當然你填 除非你全部都填完了 按確定 會不會過關呢 才會過關 有沒有 這樣的話不就防呆了 對不對 第一步 第一步 但是第二個就是說 可是有一種可能性 他輸入的資料 不是正確的 比如說他輸入什麼 100 假設 假設啦 輸入180好了 假設他這樣子 你這樣按確定 會不會進去 真錯 真錯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就會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身高過來是180 180他沒有辦法做什麼啦 幾次方嘛 就一定會錯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能夠判斷 身高或體重 是否是正確的 那怎麼判斷 這個同學問蠻多問題 蠻多的啦 但前面我是沒講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在VBA裡面 有個內建的函數 它這個函數就是 你給他一個資料 他會幫你判斷 是否是一個數字 是的話呢 就繼續往下 不是的話呢 那就跳離 並且警告他 請輸入正確的數值之類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你們先解決第一個啦 就是說 就是說在那個我們的這個地方